各位早上蒙恩 上一周我分享关于喜乐就是顺服的重要性 今天在这个喜乐就是顺服的第二个系列里 我们要如何才能经历呢? 圣经在诗篇37篇第四节说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各位,这里上帝给我们一个大应许 就是他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并且我们有一个要遵守的命令 就是要以耶和华为乐 换句话说,一个人若遵守上帝的命令 就得着他的应许了 所以上帝说,你要以我为乐 我就使你的心得到满足 或许有人会问,我应该求喜乐 还是应该求顺服呢? 问这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认为 如果我顺服神了,我就有喜乐 或者我以主为乐,然后才能顺服神 其实这问题就好像是在问 你应该要苹果还是要水果呢? 实际上,喜乐和顺服是不能像这样对比的 不是我们先选择追求顺服或喜乐 这两个乃是一起并行的 若分开它们,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个怕上帝的心 怕如果我不以神为乐,不顺服神 神就不将心里所求的赐给我 各位,怕上帝是因为罪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经历喜乐就是顺服 我们要明白,因为我们是猛招的 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会有一个问题 他若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帮助 那么你就不能够以他为喜乐 比如认为上帝总是对我失望 他不会更爱我 他不喜欢我这样不听话的人 他说会与我同在,但问题还是一样等等 在这种观景里,我们即使尝试努力要以上帝为乐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不是以蒙招之心来看自己和处在的情况里 基督徒若看不到自己是蒙招的,也是因为罪 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3章6节这里说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几路 各位,这听起来就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隔绝的 我们就如羊,看不到环境的威胁,就非常害怕,慌忙 我记得有一次在澳洲旅行 我看到有大概20到30只绵羊安歇在草地上时 我为了想跟他们拍照,我靠近他们一点时 他们整个群体马上就跑开了 我们就好像绵羊 若没有看到牧人,就会迷失,慌张,惧怕 但是接着下面,以赛亚却说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各位从这里,以赛亚表明在旧约里 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救赎者,一位代替者 他是指引我们的牧人,那就是耶稣 他是基督,是担当了我们所有罪的弥赛亚 他来是要喜悦我们的,不是定我们的罪 也不是威胁我们要顺服他 各位,你要问自己,你接受自己是蒙召的吗? 若接受,我们会看到上帝以牧人的心来招我们 带领着我们的 当接受我们的蒙召,于是 现在我们有个命令,要以耶和华为乐了 我们要站在被上帝接纳 遭我们的坚实根基上 这根基就是上帝是站在我们的身边 他爱我们 当我们站在这个根基上 我们便看见和经历上帝的荣美 什么荣美呢? 就是他的大爱,恩典,主权,美意 这意味着我们是自由的儿女了 我们能将所有一切都放在一旁 当当地注视上帝的荣美 并且因我们得见这荣美而完全地 彻底地,深刻地以耶和华为乐 因此,以耶和华为乐就成为我们生命里 所有的性情投入的对象 他决定和塑造我们心里的渴求 所以,你若完全以耶和华为乐 你的心就遵从他 于是,他所应许的就将成为真实 那真实的应许将会像这样 他就将你心里的一切所求赐给你 叫你能够全然地以他为喜乐 而得到这应许的根基 是你心扎根在他里面 关注在他身上了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跑向主十字架 寻求他的赦免 享受他的接纳 定精主的荣美 这将我们经历如何以耶和华为乐 就是顺服了 让我们在主里面得满足 并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 充满着高举上帝 以上帝为中心的渴求 主必将一切我们心里所求的 都赐给我们了